然番剧场,然番啦! 这期间,风奇却销声匿迹了一段时间 这个被全世界寄予厚望的天才 似乎彻底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甚至有传言说风奇耗尽了潜力 遇到了无法突破的瓶颈 或许这位天才的传奇才起步就已经结束了 对于这些消息,他并未当作一回事 他眼中的风奇总是能够创造奇迹 事实正如他所预料的那般 就在一年之前,琥珀研究院突然宣布 风奇推出新功法的消息 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兴奋地睡不着觉 就像是星成一中毕业考试之前 突然得知风奇被星成中学录取 这个他眼中的超级天才 用事实证明他始终都未倒下 琥珀研究院发布的关于风奇新功法的 概念资料他反复地读了好几遍 虽然概念资料未有实质性的内容 可他还是对于风奇的创造力叹为观止 血脉潜力提升 如果这个概念能够成真 他能够想象到这门功法对于全人类的意义 挑战的难度攀升 他并未感到沮丧 只是觉得有无穷的动力在体内涌动 只想要大干一番去打破风奇创造的传奇 最后一年他在银河学府的成长飞速 到了今天毕业在即 历年来只有最优秀的学生才能获得到的优秀毕业生的荣誉 他有一分 最重要的是他已经得到了银河研究院与星红研究院的邀请 毕业之后不需要考试就能加入这两个研究院的其中之一 成为一名实习研究员 风奇在成长 他同样会不停歇地成长 今天是他留在银河学府的最后一天 接下来他将前往银河研究院报道 继续向着风奇发起挑战与冲锋 却没有想到会在毕业典礼之上再次见到风奇 过去了四年的时间 他以为风奇或许已经忘记了自己 毕竟他从未将自己视为对手 此刻望着挥手朝自己打招呼的风奇 小心只觉得有一股豪气在内心生疼 他在这时举起了拳头 随后伸出食指 指向了风奇 看到这熟悉的挑战姿势 不远处的风奇心中汗颜 都老大不小的了 还是这副中二的姿态 但是他觉得 或许正是因为这份纯粹 让小心有着远朝常人的毅力 以及不停歇前进的动力 就在这时 一个声音打断了风奇的思绪 风奇老师在吗 请到后台来 接连数声广播之后 风奇微笑着朝着小心摆了摆手 随后迈步往着舞台后面走去 他这次到来的身份 是银河学府毕业典礼的特要嘉宾 等到他来到后台 银河学府的工作人员已经在那等着了 看到他出现 当即上前 听着工作人员的讲述 风奇了解了情况 许久之后 毕业典礼开始了 银河学府的校长走上舞台 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之后 校长开口道 接下来 有请本次毕业典礼的特要嘉宾 风奇老师 与大家聊几句 听到邀请 已经做好准备的风奇 当即从后台走出 顺着台阶走上舞台之后 他接过了校长手里的话筒 目光扫过下方的人群 他的脸上浮现笑意 还未开口 下方就已经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风奇二字在修炼学领域已经成为了传奇 更是该领域诸多新生代学者公认的最强信心 也是许多人心中的目标 17岁那年就获得人类杰出贡选新章的记录 更是已经被载入了历史课本 只要是踏入修炼学领域 就没有谁不知道风奇的 或许之前风奇沉寂了一段时间 但一年前 琥珀研究院发表的文章 让修炼学圈子里再次掀起了一股风奇热 琥珀研究院让世人了解到 风奇并非是潜力耗尽 它只是在积蓄力量 创造更多的不可能 曾经只能在网络新闻 杂志上看到的传奇人物出现在眼前 银河学府的学员们显得有些激动 面对如此浩大的阵仗 风奇显得十分的淡定 从容 接下来 他开始讲述着自己的成长经历 到了提问的环节 面对学员们追问自己有什么学习的秘诀 风奇夸夸其谈 内容不重要 编就完了 毕竟自己几斤几两 他非常的清楚 正常历史线上 他的天赋不算低 但是远远达不到 灵染这般被载入史册的地步 他只不过是一个通过努力 进入银河研究院的普通天才罢了 历史对他的评价 也只是一句英年早逝的人才 所以被问有什么秘诀 实话就是 如果你也能穿越到1500年后的未来 那么你也将成为像我这样的超级天才 半个小时的演讲与问答环节结束了 他在热烈的掌声之下走下了舞台 银河学府毕业晚会在临近12点的时候结束了 离开之前 小新找到了风奇 看到小新出现在前面 风奇并未感到惊讶 历史证明 小新从未放弃对他的挑战 毕业前的宣战也符合小新的人设 恭喜你 获得优秀毕业生荣誉 还未等小新发出豪言壮志 风奇率先微笑着祝贺道 这份荣誉在你面前根本不算什么 风奇 我要向你发起挑战 听到这番话 风奇并未拒绝 而是好奇地开口道 听说你已经被新红研究院与银河研究院邀请 这两家机构 你打算选择哪一家 当然是银河研究院 小新毫不犹豫地回应道 给你一个建议 如果你真的想要超越我 或许可以接受新红研究院的邀请 为何 小新不由地皱眉 举起了右手缓缓地放下 你应该已经听说 我即将推出一门新功法 但你知道过去一年了 为何这门功法始终卡在测试阶段吗 难道是这门功法在测试期间出了问题 没错 如果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这门功法 就无法通过测试正式发布 话音落下 风奇伸手从裤带里掏出了一张折叠之后的资料 递之了小新的跟前 小新接过资料之后 打开仔细地查看 许久之后 他的表情有了变化 这门功法会受到其他功法的牵制 另一门功法启动 这门功法的修炼者 就会变成血肉祭品 似乎是被这个邪门的功法效果给吓到了 小新的表情显得十分的吃惊 将血肉祭的秘密告诉小新是计划中的一环 毕竟连功法的主要问题都说不明白 小新又如何展开挑战研究呢 没错 根据这个隐患 我研发了另外一门功法 另一门功法 非常克制第一门功法 现在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 也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研发的第一门功法 才能正常发布 那为何不直接发布第二门功法 太复杂了 从推动人类修炼学的角度来看 这门功法难以推广 想要修炼这门功法 起步或许就需要数十年的努力 反而不利于人类修炼学的发展 原来如此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我知道你现在为何要找到我 肯定是想向我发起挑战 所以我给你一个挑战我的机会 在我之前 破解这门功法的隐患问题 我在银河研究院挑战你不行吗 孝心皱起了绣眉 表情疑惑 这两门功法比较特殊 为了安全起见 星城暂时不打算推广至 星城以外的任何地区 包括银河研究院 也不会收到这两门功法的详细资料 你想要接受这个挑战 只有两个选择 第一是琥珀研究院 第二就是星红研究院 在那里面的练习 这些东西是 这些东西还是 这些东西的东西 这个东西是 说实际上 银河研究院